如何陆委会原本考虑开放台商担任大陆的政协委员 但是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曾经在台湾担任主播 现在呢在大陆方面呢也有主持节目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身兼了一个节目的就是政协委员的主播吴小丽 那么是不是就会因此要被罚 根据了解包括吴小丽在内可能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最高将被罚款50万台币 他本身的反应又是如何 台湾主播转战香港 吴小丽因为大陆前总理朱荣基一句 喜欢看他播新闻 从此家喻户晓 还参政成为大陆政协委员 平常总是拿麦克风访问人 这回唤吴小丽被其他记者抢拍画面 除了是民主播 吴小丽拥有中华民国国籍 却参与大陆政协 引发争议 吴小丽的个案至少他是在 他被提出来的时候是在2007年2月 就是一年多了 就是说今天我闯了红灯 然后他寄了红单来 然后我一年多不交的话 我肯定已经早就被移送了 那当然时间上是拖了 这点是事实 所以我想我们这部分呢 也会尽快跟相关机关来做一些的沟通 和记者一来一往 陆委会只说沟通 就是没给明确答案 吴小丽争议再度浮上台面 还是陆委会自己前两天主动提及 考虑开放台商担任政协委员 却又一戏否决 才让人想起 吴小丽的案子还没办 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国国民不得从事对岸党军公职 违规最多将被罚款50万台币 这不当然 时间让大家看到有一段时间 不我想我们也会再跟相关机关来做沟通 不执行法令处罚违规又不修法 放心 陆委会倒是很会应付记者九弯十八拐 没解决问题 更让守法民众情何以堪 专闻就你都已落没 台报的解决问题来看到的就是